前立委蔡豪涉性侵 判4年10月 被害女急诊又被带回摩铁委屑 前立委蔡豪3月时低调出庭 因为她被控性侵 现在法院一审出炉 判她4年10月徒刑 61岁的蔡豪遭控2016年 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跟一名女子洽谈工作机会 要求边喝酒边聊 之后女子不生酒粒 躺在办公室休息 蔡豪就趁机席胸 还用手指性侵 女子惊醒但酒后无力反抗 蔡豪又一下体磨蹭猥亵 还拉她的手摸自己的生殖器 女子清醒后因为全身起酒疹 自行到医院挂急诊 没想到蔡豪随后也感到探视 说要送她回家 却把女子带到旅馆 再次对她上下起手 事后女子不敢伸张 只对两名好友诉苦 后来还得长期寻求心理资伤 最后走不出阴影才报案 对此蔡豪从头到尾都喊冤 说这名女子是她前助理公司的员工 当天女子透过前助理 拜托她帮忙介绍工作 女子离开后又打电话给她说 突然发烧挂急诊身上没钱 她才赶快到医院协助 并载她到旅馆休息 还是女子自己拿证件登记入住 蔡豪强调没有性侵这档事 推测是她的前助理和这名女子 发生劳资纠纷才提告性侵 不过法院认为罪证明确 依强制性交灯罪 判她四年十个月徒刑 对于判决结果 蔡豪表示深感遗憾且不服 会持续上诉 以事情白 东新闻高雄报导